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农物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 直到温度上升后 雾气才渐渐散去 气象局表示 这是这波封面过后 雨是残留的水汽 加上入月过后 地表辐射冷却的关系所造成 进入春天特别容易有雾 行车要格外注意 那其实昨天是有一道封面 通过台湾地区 那通过之后 其实整个在下午之后 天气就转而比较偏向稳定 但是其实在进地表 还是有一些水气残留 加上昨晚到今天清晨 是有一些辐射冷却效应在 使得进地表的气温 是降得比较偏低一点 那进地表的一个水气 就容易达到饱和 那饱和的话 就可能在进地表附近 形成所有的辐射物 那这个现象 其实在早上的一个太阳 出来之后 整个也是 整个水气 变得比较偏少 加上气温回升 那辐射物的一个情形 也就改善了 大台北地区 农物从凌晨到早上 迟迟没有散去 直到白天开始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 气温回升 农物才逐渐消散 随着封面通过之后 天气好转 天气恢复稳定 白天温暖舒适 早晚温差则有10度左右 好天气会持续到星期天 可以掌握天气 出外走走 不过还要注意 温差上的变化 台北市中山区龙江路 一栋七层楼大楼 传出火警 起火点是在大楼的二楼 出租套房 房客多为外籍义工 一名女性逃生不及 命散火场 另外还有七人送医 根据了解 起火原因是一名男子 与住户争吵后纵火 警方已经将他 弃不到岸 球球大火不停窜烧 巷口浓烟弥漫 3月1号 清晨1点47分 北市龙江路一栋七楼公寓 发生火警 警销人员赶紧抢救 并疏散住户 顶楼住户则用云梯车救出 不少居民从莽之中 连鞋都来不及穿 根据了解二楼起火点有五间亚房几乎都是租给外籍劳工 由于都是用木板隔间火事迅速延烧造成一人死亡七人送医 其余住户则是安置在里长办公室 子弟志工也在第一时间到场关怀 商者有送了四家的医院 马街 松山 长庚 山种 那所以我们也回报了社工 那社工应该就是发落给各医院的院房的志工过去关怀 改天再多了解以后做社区的一个抚慰 爱撒这样子 我有准备这个茅坛 还有粮食这边都有 吃的都有 我们是先把大家把他的善后做好 那也是要请市府或者区公所这边 就是说看能协助的 初步调查是因男子与住户发生口角后 在现场洒汽油点火造成 警方已经将证明点火男子起不到案 消防局也表示 事后会在里长的陪同下 协助整栋公寓加装住警器 确保住家安全 大家新闻雷雅 徐英豪 台北报道 治疗肝癌 现在手术能更精准 一名65岁的黄女士 罹患肝癌肿瘤13公分 医师以腹腔镜手术搭配ICG 血影技术 精确定位成功切除肿瘤 生病后爆瘦10公斤 65岁的黄女士罹患肝癌 还没治疗前连走路都觉得疲惫 因为13公分大的肿瘤压迫 下背疼痛 平常都很疲倦 很不舒服 食欲一直下降 都没办法做 已经压迫到神经 传统肝腫瘤切除手术 伤口大 复原时间长 住院要6到8天 黄女士接受腹腔镜 切除肝腫瘤 伤口小 复原时间相对短 住院3到6天 从上腹部打了几个洞 然后去做腹腔镜切除 切除完了以后 主要的肿瘤从下腹部拿出来 远离肺部 远离肋骨 病人不太需要疼痛 那术后马上就可以下床 为了更完全掌握 肿瘤位置大小 腹腔镜手术进行前三天 施打ICG显影剂 在术中 我们会切换滤镜 那有肿瘤的附近 会呈现蓝色的状况 让我们导引就是说 哪边有肝脏肿瘤 或者是我们来切除 切到一半的时候 也看到蓝色 我们就知道说那是肿瘤的边界 腹腔镜搭配ICG显影技术 手术进行更顺利 病造切除干净 复发几率大大降低 大新闻黄子林李月威 台中报道 搭乘大众捷运 双北孩童有优惠 台北市已经实施搭捷运半价 而新北市儿童卡 在今天正式上路 无论是公车捷运 一律也是半价优惠 新北儿童卡 小朋友们满脸兴奋 逼近捷运站 不过仔细看 这一张张蓝色优惠卡 可是新北市六到十二岁学童专用 达成票价 只要普通成人的一半 一百或两百 还可以用多久 大概三到四个一半吧 哪一家优惠对你来说最划算 新北博物馆 黄金博物馆 陶瓷博物馆 十三博物馆 除了北捷四者优惠 搭乘高捷火车公车一律半价 甚至参观新北市任何博物馆 也能免费入场 由吉米特别绘制的新北市儿童卡 三月一号正式上路 交给学校统一发给 预估超过十九万名学童受惠 今天是涉及在新北市 但是在外县市就读的话 可以到这个区公所这边去做这个申请 在当年度的十月份之后 这张卡就自然转成这个普通卡 我们目的就是希望 让家长的负担能够减少 也鼓励我们的孩子 多多搭乘我们大众运输的工具 鼓励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北市也有新作为 即去年推广周五绿色运输日 搭公车捷运 每五次就送一点红利 还能直接换成除纸巾 今年更扩大办理 要及全台湾民众一同响应 不管是捷运公车Q百分 使用这些公共运输 一方面可以减少公务 一方面也可以有助于改善 整个道路的交通 无论是几点还是给予票价优惠 双北难得同调 无非希望都市交通与环境 能尽快改善 大爱新闻周辰梁家明台北报道 好搭捷运优惠也是让家长审核包 至于接下来这群孩子 则是早早决定要怎么用红包 他们捐出压岁钱和平日储蓄的零用钱 要捐助花莲地震 而且他们是在遥远的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甲动大爱幼儿园举办新春联谊 活动中不忘送爱到台湾帮助地震灾民 到说新年的时候会拿这个压岁钱 就是红包 那小朋友们的善心 他们希望说把这个红包 与其拿去买东西吃 或者是与其存起来 不如就把这个长辈给他们的祝福 延续下去去祝福更需要帮忙的人 我们把我们的爱传出去 让其他的人感觉到温暖会更好 而且让孩子培养这个大爱的心 孩子们年纪虽小 爱心却很大 真的这样多恐怕 要把那个爱情撑出去 如果没撑出去 他们都没撑 他们就没有熟知了 这样没有幸福 就希望他们能够坚强点 尽快地重建家园 就祝福他们 因为家里有了受伤了 给他祝福 希望他们快快回到他们的家园 投竹筒献红包 大家希望花莲地震的灾民 能够感受到这一份 来自马来西亚的祝福 大爱新闻 王真盈 胡永雄 马来西亚报道 还有这群孩子即将展翅高飞 这是慈祭在太北教育的落实 看看七脉慈祭学校的毕业典礼 在传统泰式舞蹈的表演中 清迈四季学校迎来2017选年度的毕业典礼 200多个孩子将展翅高飞 这么美好的过程 我一直都会记住 我们都会哭 我也会哭 但是我很喜欢这时的眼泪 因为爱舍不得 所以才会流泪 从师长们的手中 接过毕业证书 也接下他们的祝福 对于未来 孩子们充满期待 典礼之后 家长与毕业生在校园里 开心合影 也为他们榜上象征祝福的拜神 祝福毕业生迎接新的学习旅程 学弟妹也将学长姐团团围住 有爱做根基 他们将更有自信 迈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达爱新闻 黄雅醇 坤大泰国报道 但又有多少年轻生命命丧枪击事件 校园枪击案评传 美国枪支管理在线警讯 现在全美最大零售商沃尔玛 决定提高购买枪支年龄 从原本的18岁调高到21岁 全美最大零售商沃尔玛 周三宣布 凡是购买枪支弹药的消费者 非需年满21岁 并也在网络商店中移除 像是突击步枪类的商品 也包括非致命性的弃枪与玩具枪 除了沃尔玛 全美最大运动零售商 迪克运动用品公司 也宣布不再贩售枪支 给未满21岁的消费者 并永远停售突袭型步枪 也在美国 俄亥和严重的泛滥 是2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沿岸的印第安纳州 密西根州和肯塔基州 都受到严重影响 放眼望去住宅区一片汪洋 美国中部和南部 二月大雨不断 根据国家气象渠的数据 已经降下超过300毫米的雨量 造成二海二河水位暴涨 淹没道路 学校也紧急停课 肯塔基州 数以百栋的房屋泡水 损失金额超过280万美元 而德州接下来几天 也还会再有降雨情形 至于在欧洲连续报导了好几天 受到西伯利亚寒流 几地冷空气的影响 陷入一片冰天雪地 连西班牙海边 意大利罗马都很见得下雪 满天白雪纷飞 放眼望去 整个地区都被积雪覆盖 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清洗欧洲 在许多地区带来强烈吹击雪 和低温 威力强大到被欧洲媒体形容是东方怪兽 西伯利亚之雄或雪炮 根据德国天气观测战数据 欧洲气温最低可到摄氏零下30度以下 部分地区夜晚温度不超过摄氏零下20度 在瑞士海把1850公尺的山区 更测到零下36度低温 连靠近地中海 一向气候宜人的南欧国家 都陷入冰天雪地 西班牙北部坎达布里亚地区的海边 30年来首次下雪 意大利罗马以往二月均温都在零度以上 现在也出现零下低温 2012年以来首次在二月降雪 法国同样寒冷 北部气温甚至下探零下12度 这波寒流在欧洲夺走46条人命 其中波兰将近20人死亡 捷克、立陶宛、法国等地 也有街友或老人冻死的不幸消息 比利时部分城镇强制街友 进入安置中心避寒 欧洲数百间学校停课 校车停驶 大众运输停开 英国航空公司取消了60班 希斯罗机场起降的航班 部分地区也出现断电断话 爱尔兰气象局对首都都柏林在内的东部五个郡 发布最高层级的红色警报 各企业也建议员工待在家中 寒流冰封欧洲 北极气温却异常升高 丹麦气象研究所发现 北极圈目前整体气温为零下八度 比正常平均值高出二十度 根据美国全球预报系统推算 北极气温可能已达两度 随着人为因素造成全球暖化 发生古怪天气的频率只会增加 大约新闻陈晓琳编译 天地万物共存 以智慧来爱护动物这头牛 是一个警讯 波兰一头牛被送去屠宰场的期间逃脱 它竟游到一个荒岛上躲起来 牛主人和消防队员多次去捉它 都不成功成了波兰的牛英雄 最终网友看了照片 想把它运到专门收容的地方保护 却在捕捉的过程中反而让这头牛吓死了 今天志工早会正言上人借此开示 天地万物应该要尊重彼此的生存空间 安稳在各自的生态世界才是最好 爱护动物是人类万物之灵的应该要发挥 可是人类的可悲 就是悲在无知 无法以生态共知事 不管是大空间或者是动物的生物之间 这都是我们的智慧缺少 动物 生物 生灵 各有各的生态世界 我们就让发挥我们的爱心 彼此 安稳在自己的生态世界里 这不就是最好吗 假如我们能转世成智 还有要把这样的六根所接触到的 这种种的境界 把它转为可有可作为的 我们要如何来利益众生 可以把这样的知识 赚成了智慧 成手奏智 有成就的利益众生 唱出爱心 马来西亚此上演唱会两天四场次 为此季国际学校募集建设基金背后推手 是一群实业家 经典歌曲撼动人心 马来西亚歌手江孟磊 在吉隆坡金斯堂举办慈善演唱会 为吉隆坡慈祭国际学校筹募献宵几经 学校就是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是我们未来的主人 那我非常非常地愿意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歌曲 慈善演唱会由十业家志工团队来筹办两天四场 透过音乐来募集众人善心 一个活动嘛 过年大家又可以发心 又可以来建筑国际学校 又可以听音乐会 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江孟磊歌星现在支持 持继 还有这个爱心 所以我们感觉来这边不只要看江孟磊歌声 而也来支持这个持继这个活动 其实这是为了教育 因为教育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子女们也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做人就是能够奉献一点点 然后我们让更加多人知道 因为教育这一块是 它是一个福田 演唱会由音乐凝聚众人爱心 善的效应正在扩散 也成就孩子们的美好未来 大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慈祭仁一会新春团拜则是看见了她的转变 这是一名慈祭关怀户 蓝申申在志工近五年陪伴下 有原本的瘫痪在床 现在能够手脚并用 尤其心态上变得积极向上 宁可花六小时自己搭车 也要把富康巴士的钱省下来助人 敲锣打鼓 五龙表演 慈祭北区人医会和台北慈祭医院团拜联谊活动 请点进西堂好热闹 今年仁医团队有15位 包括医师 护理师及药师 受证成为慈祭志工 来自新泰区的中医师许玉明是其中一位 重点是我们也要 本身我们要当医生也要视病如亲 志工带着一位关怀户上台分享 在他们近五年陪伴下 原本双脚瘫痪的蓝先生 如今能手脚病用 我大以往这样给他医到 现在他可以站起来 来 更重要的是 他的心态也由一支消沉 转成积极向上 宁可花六小时往返就诊 不搭富康巴士 省下车资要帮助别人 三四年来大家不断的为我的病情在努力 所以说我现在已经好了到八成了 感恩我们所有的医疗团队 所以说我如果可以站起来可以走 我会来做志工 有些人他因为经济上的问题 健康上的问题 他是没有办法出来就医的 那有人医会能够进入偏乡来照顾他们 我觉得就是上人讲的 个案走不出来 那就让我们走进去吧 互相分享彼此感恩 仁医志工的路可以走得更长更远 战战战 而这一段路遥远却又亲近 墨西哥本土志工台湾行在这里 遇到了熟悉的朋友 台中慈禁医院院长简守信 这源自于墨西哥地震正在寝 墨西哥志工一行人来到台中慈院 院长简守信热情迎接 当时检院长有到墨西哥预诊 再次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熟悉 院方带着志工走访院区 细心解说台中慈院建院的点点滴滴 妈妈呢非常的希望 让人能够去给他关心 接着是院长准备的小惊喜 音乐表演第一首曲子 就是墨西哥的传统民谣 美丽的天空 让墨西哥志工感觉很过心 他能够感受得到 其实就是一个家的一个感觉 那同时也透过音乐 透过相对个案的一个 说故事的方式让他们去了解 医疗跟慈善 我们所做出来的一些 努力走过的一些痕迹 当晚他们来到台中禁司堂 跟中区的志工分享 感恩一路有慈悸的陪伴 他们感受到就像家人一样的 关怀和爱 不会因为距离而停止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而这段陪伴只是担心 如果不在他们的身旁 怎么办 高雄无章黑之家 自闭症日间中心 为了让自闭症学童 这些能够学习自立 三年多来慢慢地教导他们烹饪 有些学员从原本的不敢看火 到现在已经敢拿铁锅 小小的进步 是他们往前迈进的一大步 还没到对不对 那我们再放 称重倒面粉 老师一个个步骤仔细教 接着还要用热锅煎松饼 但这看似简单的步骤 对自闭症学员来说是挑战 一开始很怕火 非常惧怕火 纸巾的部分 他就拿起来遮住眼睛 像他刚刚的那个翻锅 翻铁锅的部分 他已经进步非常的多 光是看见火这件事 自闭症日间服务中心的学员 就得花三年时间克服 想要让学员能有自主生活的进人不容易 从没下厨的老师们得先做功课 自学料理 我们也是上网去查配料 然后要怎么做 然后做完之后 我们自己熟了再教他们 老师试作筛选出适合课程 看到烟或者是闻到胶味 他要自己去把它关掉 这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比较不会 比较不清楚那个判断 透过课程让学员挑战自己 因为学员年纪最大的44岁 离眉双亲照顾的未来已经不远了 煮饭 煮饭你会 那老师今天做松饼你喜不喜欢 喜欢 小薇的爸爸70岁了 他得具备更多生活技能 才足以应付未来的变化 这堂生活课家长很支持 常一起来教学 期盼这群新兴儿 能有更多能量面对人生 大爱新闻 陈一珍 陈立伟高雄报导 美国芝加哥动物园海豹宝宝来报道 出生是只有16公斤 不到三星期 已经胖了30公斤 头好壮壮 其实呢 是为了生存 因为海豹一顿奶 就必须自己找食物 算最后一块看看 它的可爱模样 也感恩您收看这一节 大爱五间新闻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